在这起的冲突事件之后 卢安达虽然历经了血腥的一日 但是他们也渐渐地从悲伤中走出来 2000年卢安达换了新的领导人之后 力图振作让这个国家从谷底攀升 现在的卢安达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 它甚至被称为是非洲的新加坡 原因就是国土面积不大 但是经济发展却相当有前景 卢安达现在的人民所得 已经接近1000美元左右了 它有几个主要的产业 第一个也比较广为人知的 就是它的咖啡跟茶叶的出口 另外它现在也是非洲的科技重镇 不管在发展资通讯 或者现在最为流行的AI 卢安达都是非洲的发展重镇 另外他们也发展丛林观光 比如说最快至人口的大星星观光 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的卢安达不同于以往 但是在过去的那段岁月 此季也参与了1994年的 援助行动 因为许多的国际社会 对于卢安达的难民展开人道援助 此季也没有缺席 当时除了发起街头募款之外 更发动了在英国跟欧洲各地的 此季之工开始准备物资 然后由南非的此季之工 能够就近的送往受灾民众的手中 此季也跟世界医师联盟合作 在包含了卢安达还有他的邻国 萨伊总共有两个国家 两个城市分别搭设了医疗帐篷 在卢安达这边是在首都吉加利 在萨伊也就是现在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则是在他的哥马城 举办了这个医疗援助的行动 搭建了大型的帐篷 还有23位医护人员 34吨的医疗物资 都能够送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而当时代表此季前往的 是花莲此季医院嘉医科的医师 王英伟 还有此季基金会的秘书专员 徐湘明 他们两位都是第一次到非洲震灾 看到了卢安达灾民的场景 才发现医疗援助在当地 是有多么迫切 两个人也完成了这一趟医疗任务 并且在他们的生命中 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听听 正在团圆之一的徐祥明 回忆起这一段历程 一个帐篷里面 你可以收容大概20人 所以你可以想见得到 我们26座的帐篷 其实收治的病患将近600人 600人在台湾来讲的话 住院的话 是一个大概医学中心等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资源那么匮乏的 但是我们运用帐篷 来扩张最极大化的医疗援助 所以我们再来扩张最极大化的医疗 我们再来扩张最极大化的医疗 我们再来扩张最极大化的医疗